创谈人生经验 投席深度议题 分享理念报告 是我自己在13岁的时候 突然听到肖邦的一夜曲 哇 我就爱上了 之前很不用功 真的是很懒的小孩 我还记得老师给我上课的时候 一直在探气 好像觉得 这个小孩怎么不可教了 那种感觉 从15岁之后 我就常常进出殡仪馆 因为教堂 你知道有些长辈过世 或者是兄弟姐妹 因为癌症或什么意外过世的 诗班不是就是要去献诗吗 我私情一定要跟着去 我们是诗班的一起的 所以我就从15岁 就看了很多人生的 生死离别的这一幕 那么很奇特 我想也是 给我这样子一个机会 去体验人生 优时焦点对话路 难道 难道 都不够这一幕 难道 无能 无能 最后 难道